大家好呀,我的花草杂红都现在也会结实了 我同样把它从防应机的黑色小饭盒 转移到更宽敞,更方便观察的半透明保鲜盒里了 之所以不跟拉斯仰在一起 是害怕更大更强壮的红都欺负人家 甚至出现摇尾这样的情况 不过也可能是强势的小个子欺负老实的大块头 红都的头纹很特别 没有纯花龟那么细密和规则 看上去反而显得更舒服更漂亮 拉斯的话还是老样子 虽然傻大胆 但还是一副很虚弱的状态 水深一点就开始浮水 都破壳一个月了 肚气还没有完全愈合 隔壁红都早就收好了 桂梁有时候也咬不准 视力可能有点问题 时不时还会张张嘴 从出壳就有的呼吸不畅的问题依然存在 这一身毛病我真怕他那天就突然嘎了 汇报完红都和拉斯的近况 把它俩暂时放在一个容器里摆拍一下 就着这个景 咱们再上点干货 给龟友们 尤其是萌新龟友 分享三个养龟苗的小技巧 一是要换了薪水 额外准备一个容器装起来 提前在养龟环境附近静置几个小时 这么做除了多少挥发一些自来水里的化学物质外 更重要的是让薪水救水的温差保持一致 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举手之劳 平时不显 可到了换季或者遭遇极端气候大温差的时候 是真的能救龟命 二是躲避叶子的作用真的很大 待苗初期最好放置几片 苗子钻下面能当躲避减轻应激 苗子踩上面能当潜水区方便换气 但要注意的是不要放的太多 两三片能遮蔽身体就行 放的太多容易藏污纳垢破坏水质 还有更糟糕的情况 叶子太多一些弱苗压在下面 不能及时钻出来换气 可能会出现溺水的情况 三是防月浴工作一定要到位 不要小瞧龟苗的攀爬能力 哪怕是刚出壳的干苗都不能掉以轻心 饲养容器尽量高一些 如果做不到 就像这样在外面再套一个大些的容器 形成墙外还是墙的双保险 苗子太小了 一旦月浴很难找回来 这还不是最差的情况 好歹还有个能找回来的念想 就怕经典恶龟缸环节 很多龟有龟缸放置的很密集 龟苗越狱很容易翻到其他龟缸里 如果那个缸住着大龟猛龟 那很可能就直接加餐了 连亡羊补牢的机会都没有 养龟收壳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些微小的失误 又发了连锁反应 最终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咱们上面讲的这些带苗小技巧 操作非常朴素 都是些不起眼的小动作 殊不知这其中的每一步 都是无数龟友付出金钱和血泪的总结